第八題使用上米天瓶測量物體質量時下列操作何者不適當 A使用天瓶前應先歸零歸零時應使用天瓶兩端的校準螺絲 這個敘述是對的任何儀器的使用第一步驟都是歸零 而我們天瓶的歸零是用校準螺絲 選項B乘量化學藥品時應將藥品直接放在襯盤上 襯完後再清理襯盤這個是錯的 我們襯量化學藥品應該要使用襯量子 連同襯量子一起歸零 要把藥品放在襯量子上 選項B是錯的 選項C 依用鑷子取放法碼不可用手直接取放 這個是對的 我們要避免手上面的油 然後會來傷害到我們的法碼 所以要用鑷子來取放法碼 選項C是對的 選項株物體與砝碼應盡量放在襯盤中央 這個敘述也是對的 這樣子我們才會比較穩固 所以第八題問我們說 下列操作何者不適當 我們答案選的是B 襯量化學藥品時應將藥品直接放在襯盤上 襯完後再清洗襯盤 這位把藥品犯留下 現在都是給你 現在都是沒有